白白的雪 蓝蓝的天 红红的太阳 还有黑黑泡泡的 插布金龙 流量当头 我是妍妍 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呢 有很多这个 有三位美丽的女士 然后在我们的现场 为什么会有三位美丽的女士 在我们现场呢 原因就是因为 其实 在前天 或在前几天的时候呢 举行了2017年 国际华裔璀美后大赛 那么其中一位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获奖的其中的一位 参赛选手 那么另外的两位呢 是我们的这个评委 来到我们的现场 所以首先呢 有请各位给大家 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成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湾的 许新柔 是 您是就是参 这次是参赛选手吗 是 我是这次的参赛选手 呃 然后您夺得的这个 嘉奖是怎样子的 呃 我是电军 电军 是 啊 是 然后另外两位呢 是我们这次大赛的评委 呃 下一位 大家好 我叫王以慧 我来自台湾台北 我也是2016年亚洲国际旅游美后大赛的金奖得主 很高兴可以来到马来西亚跟马来西亚的家里做清散交流 是 其实这次大赛的就是就是获奖的人即将要参加在接下来的在中国广州举行的一个大赛是全球华侨邦邻清散大使这样子的一个大赛 那么其实呃 首先想问一下呃 呃这个参赛我们参赛选手吧 为什么会选择参加这次大赛 呃 因为借着这个比赛呢 我们可以把爱心推动到国际 那落实爱心哦 把它推广到全球 所以这是我来参加这次的目的 那在台湾的话 我每个月呢 因为我也是去年的呃旅游美后 我也是金奖 那呃 不能孤迷钓鱼 一定要把这个奖的意义把它发挥 所以在台湾每个月我们都会到孤儿院老人院到弱势的群组 我很多人都没有孤略的群组去 我们去帮他做爱观化 嗯 是这样子的 所以借我这次的比赛 我们可以让更多人哦 看到我们 然后为他们发声 这样子 嗯 是 所以你您作为是一个这次大赛的一个新人是吗 所以另外两位其实已经参加过这样的一个大赛 有怎样子一种体会呢 当时也是为什么出于一种怎样子的一个新年去参加这次大赛 上几次大赛 嗯 应该这样说吧 因为我在台湾长期都在加入志工的团队都一直在学校 然后就是小学国中 然后还有社会职工都一直是一名志工都在做一个就是说一个好的循环的也是这个好的环境 然后我发现世界需要爱身边也需要爱 那也发现很多很多一个每一个普通龙他都有他的成就的地方 那有这样的大赛可以成就他们展现他们的自信美 然后展示他们的呃就他让他们增加自信 就发现说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一个活动一个举办的方式 能让更多人加入爱的世界让爱传出去 嗯是的 下一位 我参加这个活动我本身是一个肚皮舞老师 嗯 那也教授印度舞 嗯 那我本身就很喜欢美的事物 那参加这个活动我就发现可以让很多平凡的人 那他也可以去享受到说哇原来我也可以这么做 所以我希望说借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更多我身边周遭的朋友 然后可以看到呃原来我们也可以 嗯对 嗯 其实诸位呃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因为我们这次大赛叫做呃爱心女神 呃所以如果是被选被选的获奖者肯定是具有一颗爱心的 那么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大家怎样去看待这种爱心 或者是你怎样去看待爱心女神的这样的一个称呼 呃因为本身我在台湾我是教美容职业训练 那我所训练的学员都是失婚单亲 或者失业的 所以一词我们都是在推广这个 那就像刚刚王老师讲的他讲哦很多人他失去执行 所以我们借有我们的技术然后帮助他们拥有一致之差 嗯那再来呢我们把我们对他们的爱希望他们能够去推广继续去传承 那这个选美大赛就是让我们能够让更多人去注意到 因为我们是一个平凡的小女子人家不会注意到我们 那经过大赛经过这样的传播出去我们才更有力量的去把爱推出去 不然人家根本不会在意你小市民你在你在讲什么 所以我们很感谢大会办了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那让更多女性有心想要做爱心的人能够借由这个活动站出来 嗯 把他推广出去 是是很很很美好的一个心愿 嗯嗯像我刚刚说我是一名志工 我长期都在学校跟就是一些学校还老年大学里做服务 那我在学校的机会是比较多 那我发现孩子需要爱 因为我知道当今的社会父母都很忙 家人都很忙都有自己的生活压力啦 就各种的因素 其实小孩在学校他开不开心家长不知道 当我们是学校的职工会看到很多你在你有限的条件就是你最大的条件的发挥出来的时候 你你得到的回馈是不一样的 当一个孩子对你笑的时候代表你成功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任何一个活动都需要个领导者 那这个领导者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好 我要试一试 当我把爱 如果我能把所有的爱集中前带领大家一起来关心需要关心的孩子 辅导他们陪伴他们成长 那是我们就是说我们未来的 包括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有这样的职工的爱心存在 这个国家一定会强大 因为从小就开始让他们懂得爱 懂得尊重 尊师重道 懂得礼貌 然后懂得很多人生的道理 就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就说从微不足道开始做起 从小小的我做起 然后带动大家参为大大的爱的世界 嗯 是这也是爱心女神的很重要的一个使命 对 而且我觉得举办这个活动呢 可以让家庭有很强大的凝聚力 昨晚的活动几乎每个参赛者的都是全家动员 然后觉得我看到那个得奖者的时候在台上流下那个感动的眼泪 我在评审台上我也流下真的很激动的眼泪 因为我可以感同身受 他这样家人朋友这样子一起来共襄盛举 然后认同这一个活动 然后那种凝聚力是很强大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是很棒的 嗯 其实呃 还有一个问题啊 想问诸位 嗯 美丽 就是个人自己的美丽和爱心 这两个事物 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怎样去理解这两个事物 因为本身各个每一个 我相信每一个在参赛选拥和评委 都是美丽和爱心结合在一起才能胜出的 那这两个因素是是不是必要的呢 呃 这一定是必要 一个是内在一个外在 嗯 外在它会随着年龄的岁月的累积而老去 可是内在是永远不会退的 所以我觉得两者结局 那你说年华老去那种美 因为你是由内在散发出来的爱 那种美是无法用化妆品去演示的 所以内外皆美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因为你有一颗爱心 所散发出来的 就是那种很慈眉散目的 嗯 跟没有爱心的 真的就还是会差很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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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是 我的观点就是说 爱心 世界上有 不是 有一首歌叫做 最世界最美的是笑容 人的美来自内心 那当一个人心美 他的外在来说 人需要包装的 对不对 如果你稍微注意自己的 干净 整齐 端庄 都是美丽的 世界上有一句话嘛 就是说 没有丑女人 只有男女人 对不对 这句话 所以说美丽来自心里 当一个人 保持你的微笑 你的亲和力 你的 你很懂得 尊重别人 懂得礼貌 谦虚 每个人都愿意接受 这样的人 世界也会变得很和谐 所以我觉得说 美丽 可以外在 可以内在 看你是怎么权衡 权衡 很平衡 那心美 看什么都美 说 口说好话 心想好事 手做 心想好意 手做好事 这是一句很经典的 尽私 对我来说 这个对我受益最大 嗯 是 我认同前面两位 所说的 美真的是 必须要内外兼具 有一句话叫做 向游行神 如果你的心地是善良的 其实你看起来 大部分呢 看你也是觉得 都是很 简单来说 就是顺眼的 所以 一定要内外兼具 你才会让 整个 所有的事情 展现都很得体 然后也会很顺心 嗯 对 所以 嗯 最后 三位可以用一句话 来 来来来 去描述 爱心 女神 的这个意义 或者是自己的 对她的一种感想 有爱的女人最美丽 让爱传出去 好 让爱永远相随 是 都 其实三位都总结了 最后一句话 是爱是很重要的 爱心也是很重要的 对 好 这个时间段 谢谢三位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的 今天节目的第二节呢 也是由 四位美女 陪伴着我们 一起度过 首先呢 由 这四位美女 自我介绍一下 好吧 从这边开始 我是来自槟城的 李思妍 嗯 目前在一家 国际企业电梯公司 担任副经理 嗯 而这一次 我很高兴可以参加 呃 这一届的爱心女神 嗯 嗯 那么你在这次爱心女神当中 就是获得怎样子的奖项呢 我是获得 彩传主的季军 哦 是 好 下一位 你好 我是来自槟城的黄辉峰 大典神 嗯 好 你好 我是来自槟城的黄辉峰 嗯 很高兴能参加到这一次的华裔 追上美后菜 是 然后 这次您获得的奖项是什么 嗯 我是获得 水 水山族的脑筋 哦 是 嗯 欢迎 听我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来自马六甲的 黄庆佩 嗯 我今年32岁 是一名 呃 生意人 嗯 是 所以 嗯 这一次我参加这个爱心女神呢 应该是我第二次参加这个选美大赛 嗯 跟上次不一样的就是 这一个 选美会呢 是秉持着爱心的精神 所以 我很感谢昨天大会和评审可以颁给我这个奖 嗯 让我更有信心把这个爱心女神的精神做得更好 嗯 你获得奖项是什么 嗯 我是彩专组的总冠军 哦 是 是 恭喜你啊 谢谢 然后下一位 嗨 大家好 呃 我是 索尼尔龙 龙一音 我是中马六甲来的 我今年42岁 呃 我也是很开心 有这个机会参加这一个爱心女神 呃 可以认识的很多美女 某儿这个爱心女神是呃 呃 名字叫爱心女神就是我们要要那种爱心对这个社会可以帮助到人家 嗯 好 谢谢 是 呃 呃 那么 其实这次大赛的主要的这个主题是爱心女神 那么诸位对于爱心女神这四个字是怎样的诠释和理解呢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没有爱心的话他不会漂亮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 像就是现在我们参加这个比赛我们是以一个大使的身份 呃 希望带领大家一起多多一点参加公益和慈善活动 然后帮助带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嗯 这样 是 嗯 这次我参加的爱心女神就是主要就是要把爱心传送给那些需要得到爱的人 希望希望我们能多一点付出的爱能帮助那些需要关怀需要爱的朋友们 嗯 是 想下一位黄金配 我觉得爱心女神这一个头衔就我们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个学会去接受别人的意见 接受别人的批评 嗯 要检讨自己的态度以自己的榜样带领社会和我们身边所有的人 今天主办方给到我一个这个头衔我就希望我可以好好地去把这个爱心去发扬光大 去招呼我身边所有的人 谢谢 嗯 是 嗯 嗯 是 是 是 你怎样去诠释和理解爱心女神 好 嗯 简单的一句话也行 OK 嗯 参加这个爱心女神是让我一个机会可以做一个慈善的东西 好 我一直来就是想做慈善可是也没有机会也不懂要怎样开始 过后我参加这个爱心女神呢 他们有一个慈善在马路甲 就有一个机会让我带孩子去参观一下那种需要的孩子 嗯 让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很 已经很好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珍惜所有的人在我们的身边 嗯 好 谢谢 嗯 那诸位在平时的时候 因为这个也是爱心啊 女神 那么平时的时候有怎样子的爱心给予社会吗 或需要帮助的人 嗯 不好意思 请问他说 就是平时的时候在你生活当中是有怎样子的一种行动去帮助所需要的人吗 其实呢 我一直在槟城有收集那个废物回收 就是我会做废物回收 然后我会利用公司的那些纸皮把它送到老人院 还有就是朋友身边的朋友家人他们不要的衣服我都会把它送到老人院 然后老人院就会利用这些 嗯 废物回收的资金来帮助他们自己的那个中心 嗯 嗯 是 那在平常呢 我是 想到爱心 想到需要帮助呢 我是 比较少一些 因为我毕竟才刚刚出来 嗯 所以什么都不懂 嗯 所以呢 我正在学习着 嗯 嗯 是 昨天在 啊 前天在那个马六甲那个残居儿童院呢 看到那些孩子 真的是 他们真是很需要我们来帮助 嗯 是 其实这次活动也为你展开一个 或提供一个机会去帮助别人的一种机会 对 嗯 我希望有更多的这种机会来学习 嗯 把这些爱传送给大家 能能得到帮助大家 嗯 是 嗯 好 好 下一位 嗯 我要怎样去诠释这一个 怎样去胜任这一个 爱心女神这一个角色 就 就 在生活中 有一些朋友 我 我的 那个 方式就是 因为 可能我们身边的朋友 有很多的压力 无心中社会的压力会让他们造成忧郁症 但是有一些有忧郁的朋友 他们都不会轻易说出口 嗯 所以 我们要有那种同理心 去 关怀和开导他们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很重要的课题 因为 舞蹈的人很少 然后面对社会压力的人很多 曾经我也是一个忧郁的患者 所以我很容易看出忧郁的人 可能他们会觉得世界对他们是不公平 他们会说一些比较负面的话 但是 往往我们只是需要保持我们正面的能量 然后让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正途 这样其实我是觉得是一个爱心的表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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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我们可以把其他的女孩子 嗯 其他的女人 有一些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嗯 有时候有一些的是 嗯 老公会欺负他们 也 对自己没有信心 所以这一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是说 嗯 给他们参加这个比赛 让他们有信心 某二可以做很多东西 好像可以做慈善 帮着其他的女人 嗯 好 谢谢 其实爱心的权势案是蛮多种多样的 是吧 有的可以帮助自己帮助女性 对 然后可以帮助一些在精神上抑郁的情绪上 获得帮助 需要获得帮助的人 还有一些贫困的儿童老人 这些人也是需要帮助的 好 最后一个时间段 然后有请各位说一句话 来表达自己参加这次比赛 或者是对爱心女生的一个感想 一句话 嗯 我希望利用我们的爱心 可以让这个世界更温暖更漂亮更美丽 嗯 是 嗯 我希望爱心女神所有的美女们都付出你们的爱心 去帮助所要帮助的人 把你们的爱传送给大家 嗯 嗯 所以大部分是比较自私的人 所以 我也希望他们有机会参加这个爱心女神 就会学习很多 嗯 很多的爱 可以帮助其他的人 不要那么自私 嗯 嗯 感谢